真言第一章 大魏的儿子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真言 要使人晓得智慧和教训 了解充满哲理的言语 使人领受明慧的教训 就是公义、公正和正直 使渔蒙人变成精明 使少年人获得知识和明辨的能力 使智慧人听了可以增长学问 使聪明人听了可以获得智谋 使人明白真言和辟语 懂得智慧人的言词和他们的言语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但愚望人藐视智慧和教训 我儿,要听从你父亲的教训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训会 因为这些要做你头上的划官 做你颈上的金链 我儿,如果坏人引诱你 你不可随从他们 如果他们说 你跟我们来吧 我们要埋伏流人的血 我们要无故地潜伏伤害无辜的人 我们要好像阴间一般 把他们活生生吞下 他们整个被我们吞下 如同下坑的人一样 这样,我们必得着各样贵重的财物 把略物装满我们的房子 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我们大家共用一个钱袋 我儿 不可和他们走在一起 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 因为他们的脚奔向邪恶 他们急于流人的血 在飞鸟眼前 张摄网罗 是徒劳武功的 他们埋伏是自流几血 他们潜伏是自害几命 凡是贪爱不义之财的 所走的路都是这样 那不义之财夺去了贪财者的性命 只会在街上呼喊 在广场上扬声 在闹市中心呼叫 在城门口发出言语说 你们渔蒙人喜爱渔蒙 好绩效的人喜欢绩效 愚昧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因我的责备回转 我就把我的心意向你们倾吐 把我的话指示你们 我呼唤 你们不肯听从 我伸手 没有人理会 你们既轻忽我的一切劝告 不肯接受我的责备 所以 你们遭难的时候 我就发笑 惊恐临到你们的日子 我就吃笑 惊恐临到你们 好像风暴 灾难如同飓风来临 患难困苦临到你们身上 那时 他们必呼求我 我却不回答 他们窃窃寻找我 却寻不见 因为他们恨恶之事 不选择敬畏耶和华 不接受我的劝告 轻视我的一切责备 所以 他们必自食其果 必保偿自己所设计谋的伤害 于蒙人的背道 必杀害他们自己 愚昧人的安逸 必毁灭他们自己 唯有听从我的 必安然居住 得享安宁 免受灾祸的惊恐 对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